最丑的奥特曼是谁 今天就让咱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奥特曼的黑历史 最丑奥特曼排行第五名奥特之王 奥王虽然实力很强 但是他这个皮套看着就觉得很丑很丑 不像隔壁赛家的皮套看着就帅呆呆 再看奥王这个头部造型是不是很像一个倒着放的运斗 还有这个紫色的秋裤搭配金色的短裤 彰显了奥王独特的审美 再加一套红色的披风 这个造型简直丑爆了 最丑奥特曼排行第四名 左飞奥特曼早期的左飞看一眼就能感觉到他独特的笨蛋气质 左飞最初登场的时间是1966年 距今已经56年历史了 56年前的皮套制作水平也就只能这样了 最丑奥特曼排行第三名 詹亚斯奥特曼 詹亚斯奥特曼上映于1996年 按道理讲皮套不应该这么丑了呀 他是奥特曼史上唯一一个全红色脑袋的奥特曼 长得丑就算了 他居然拿电动牙刷变身 最丑奥特曼排行第二名 乔迪亚斯奥特曼 乔迪亚斯奥特曼是真的丑出了新高度 算法型 头型 衣服的造型 都可以说是丑给丑他妈开门的 丑到家里头 最丑奥特曼排行第一名是来自泰国的帕鲁曼奥特曼 帕鲁曼才是奥特曼臭装霸主 也是唯一一个冰怪兽 还丑的奥特曼 感谢一件万点足处 丑不出点 下期一个又丑